OK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我们的这个科技公司门户网站的开发之旅 那么我们在上一讲呢 主要给大家讲了这个数据库设计的三个原则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三范四 对不对 以及呢 我们拿了一个我们以前公司做的一个项目 那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命名规范啊 谁个命名规范 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讲解 比如我们在设计一个数据库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个问题 像我们设计数据库的时候呢 实际上啊 要尽量的遵守我们的三F原则 当然呢 我们出现了一个 比如说啊 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情况关系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也可以呢 不不遵守这种三F原则 对不对 三番四原则 那这种实际上就是我也就说 我们在设计一张表的时候 然后啊 尽量啊 就尽量去遵守这个原则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上一节呢 并且呢 给大家啊 设计了一部分的这个表 那现在呢 我们接着 上一节的内容呢 把这个表啊 给大家建好 然后搭建我们的这个三层结构 大家我们三层结构 那么这里 啊 我们上一节呢 完成这个公司信息表 啊 现在我们来建下面一个表 叫做Friend Nink Friend link 首先我们把缩小啊 缩小 那我们啊 有的老师呢 在讲这个数据库设计的时候 啊 喜欢呢 让学生呢 去写这个设计语句 比如说create table 对不对 去创建表 创建表的关系 那这个呢 我觉得呢 在实际的开发当中 那我们呢 尽量的还是以这个效率 把它放在第一位 啊 那这里呢 实际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去 啊 去copy 对不对 啊 去copy 或者直接在这用鼠标 点去创建 这个没有问题 这里呢 我们自己来添加 那这里呢 id 印他类型啊 印的类型 大家要学会这些快捷键呢 weblam 那这个我们尽量的不使用下滑线啊 在设计的时候尽量不使用下滑线 这weblam nvch webadress 对不对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友情链接 这样的 我们说一个表啊 至少呢 应该有一个组件 对不对 friend link 这个表的命名呢 是有点问题的 修改一下 可以直接在这里修改 ok 然后再来看下面的一个表 工作信息表 工作信息表呢 里面的第一个字段是id同样的组件 然后 invator number 那个面试的岗位 这个面试的数量 对不对 啊 这个是招聘的数量 而最 这个工资啊 工资了 我们这里呢 应该使用这个 money类型啊 money类型 money类型啊 实际上呢 就是一种辅典型啊 说白了 就是一种辅典型 还有一个有效期 有效期delta 要求demand 这个要求呢 可能有很多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这里呢 最好设计为 text 那这个加入的日期 join date 这一个效仙 我们来去掉啊 去掉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 招聘信息的表 同样的这个 我们组件呢 给它添加一个标志力 自动增长 啊 中正长 然后这里呢 有个用户留言 对 id id int ut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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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contact contact man 联系人 这个应该是 对不对 联系人 in in fax 这个是传真 这个是传真 这里呢 是 email 常见的一些联系方式对不对 还有什么 标题 这个 Nive content 这个我们做给加个前缀对不对 new content Text就可以了 这个 Join Date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留言信息表 留言信息表呢同样的我们需要 这里 再加一个组件 保存啊保存 那这个数据之前呢我们之前我之前呢改了一下简单改了一下这里呢还是有点问题啊 这个本来是NVX这里呢是两个那这里我们要替换一下 把替换成NVX 全部替换 这个所有的NText呢我们这里直接保存Text就可以了 OK 这些呢实际上 JawDate 我们最好呢去掉它的下滑线对不对 ChainDate 一样的 就数据字典啊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修改 啊做一个简单修改 包括这里产品的名称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修改一下啊最好不要使用下滑线 OK OK这里还有几张表对不对还有几张表我们把它 啊 弄完 在留言表第八张表呢是新闻的表 新闻表 那这个新闻表呢实际上它依赖的是这个新闻的类型对不对 但我们可以呢这个键的时候没有什么关系啊 它是建一个 ID INT NVX在抬头 那这个要注意了这里我们设的是NVX而下面这个 这个ID的设计是INT 这里啊我们最好 因为它它外界吗这里我们还是必须使用INT 这样设计呢才符合我们的三范式原则对不对 三范式原则这里呢有个 news content text 新闻的图片 添加日期 啊 Deltam就可以了这里 先记得他 Deltam 这个图片的路径 可以给他一个 这个图片的数量 这个数量呢实际上没有必要了我们这里把它去掉 这里呢我们默认的一个新闻呢就有一个图片啊 还有图片的这个 说明 图片的链接 图片链接 这个是 这个是鼠标移上去他的图片的提示对不对 我们图片呢有这个 属性的啊 属性就说鼠标移上去之后 我们可以让他动态的去提示这个图片对应的信息 这是一个新闻 新闻那这个字段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上面来 同样的需要有个组件 这个 这个 这个表的名称叫news 然后下面一张就要表呢是新闻的 类型表啊这里的下滑线也去掉啊我们干脆就不使用下滑线这里 id 硬的类型 这个是类型的名称 类型的名称 实际上比如说我们一个新闻他有哪些类型对不对 爱来类型 比如军事题材的 什么什么对不对 在类型的名称 当然了这里我们同样的给他加一个组件加一个标志力 这个是news class 那是class product product是产品信息表 第1个id啊同样是印的类型 product class 那我们同样把这个效应去掉 可以给他大写这样呢 便于区分对不对 同样的注意了这里了 我们同样使用的是他的 class表的一个组件 那这里要作为这个表的外件 对不对 然后 pro product name product 1 那这些字段啊这些字段 product 这个 remark 这是指他什么呢 一个备注 price future ture 1 beats 是否这个index show 是否呢放在首页进行显示 是 以及呢这里有一个 join date 啊 change date 这样的我们给他加一个组件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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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这是我们的这个产品信息表 这里呢我们快速的把这个表圈先建好 这个是 id 1 我为啥就是类型的名称 但我们说一个表着应该有一个组件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公告信息 公告信息呢 这里同样建章表 这个id 这个id int title 这里呢我们随便写个 content 信息的内容 信息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个表 是我们的服务信息表 当然这里呢我们先把这个 啊 这个 这个字段我们把去掉啊 字段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不用 优化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small呢 对他全部改成掉time 类型的 看在他们类型 OK OK然后呢我们来接下来还有两张表对不对 那这两张表呢非常简单了 一个是我们的服务信息表 然后 类型 title 这个是 服务的标题 这个s content 这则是服务的内容对不对 那 p picture 这里我们就简写了干脆 然后join date datetime 类型 pc name 文为恰类型 然后还有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基本配置表对不对 基本的配置表我们这里呢也不然见起 啊 id int weblam 这个下游线我们同样把去的啊 join date 得到他们类型 这个地址了那个网址有时候可能不止 50个字符对不对 我们多给他放一点吧 100个字符 a 个人 这一个呢 同样的 这里的一个版权就是copy copywrite 最好使用英文对不对 copywrite 就是版权的意思copywrite 版权这里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让给他弄长一点 ok 那后边这几个字端我们都给他改成100 有可能的这个50太小了对不对 ok 那同样的这张表我们同样的给他设计一个规范 规范 这个 webconfig 主件 ok 那我们这张表呢也保存好了那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表呢设计好 而且呢我们这里的这个数据字典啊 这个数据字典我们在添加表的时候啊在往数据库里面添加表的时候呢发现里面有些字段呢实际上它的命名规则 以及它的这个字段类型呢啊有些不是很不是很适合对不对那我这里呢也做了一个简单修改 按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呢去把这个数据字典啊拿过去了对比一下或者根据这个数据字典来建这个项目建这个数据库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库啊给大家建好了啊建好了之后这里我们可以呢进行第二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可以来搭建我们的这个项目 啊 但我们这里还是使用了这个威斯丢的2010啊威斯丢的2010 这里呢我们先在我们的这个里面放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web complay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项目呢建在我们的这个文件夹下面新建 当我们这里可以新建网站那也可以呢新建项目 那项目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啊我们最好了是新建项目项目的里面一个微博项目 isb都内的微博应用程序看没有那然后我们这里的选择微博程序但我这里使用的是威斯丢2010啊但如果 呃各位呢使用的是威斯丝丢2008呢实际上也可以同样的你可以去新建一个网站或者呢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这里呢选择是温文这个web的应用程序 complay然后指定他的一个路径 ok就在这个路径下这是我们的微博项目 那然后呢我们再来给他创建一个 添加一个层 新建项目 注意啊这里选择的是解决方案啊解决方案 新建项目 那这个新建项目呢你可以呢 我们选择csharp 他就像csharp里面一个内库啊内库 注意了这里呢我们首先建一个del层 那这个del层del就是我们的数据数据库的访问层 他主要提供了对数据的添加修改删除查询等一系列的操作 确定啊这里我们注意啊选择这个文件夹啊 我们的这个web of config web of这个complay这个文件夹下面确定 那如果你不选重新选择的话 那么他会默认的去建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啊到时候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建一个 新建项目 选择我们的这个 表层啊表层就是我们的业务逻辑层 同样的呢 选择这个项目 确定 ok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complay这个文件夹下面呢实际上现在就有三个项目了 这是数据访问层这是业务逻辑层这是我们的这个表示层的项目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呢再建一个 再建一个 Model层啊就是我们的业务的实体层 业务的实体层 确定啊确定 那么这里呢我们简单的搭建了一个这样的项目啊这样的一个工程 那这个工程呢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三层结构 那这三层结构呢是我们做企业集用开发最常用的一种设计模式 啊使用的一种这种设计方式啊 那这三层呢具体呢是非为哪三层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在项目的介绍的过程当中呢也给大家简单的说过啊 我们这里呢再回顾一下 这里呢有个 基数架构啊我们来看一下 啊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 啊不是这个 那这个三层呢实际上就分为表示层 业务逻辑层和数据库存储层 啊数据库存储层 那表示层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界面的外观层和界面的规则层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现在默认的项目呢就 就有一个表示层和界面的规则层对不对 啊表示层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这个默认的前端的这个静态页面就是我们的表示层 那么他会指定一个bcode啊 code behind 就是后台的文件 后台文件就是我们的default spcx 那这个后台的这个类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界面的规则层 那就是我们的界面规则层 那这个界面规则层呢它提供了用户指令来调用业务接口 层的这个相应的接口并将数据呢传递给我们的业务层实际上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啊用户呢可以在这个表示层呢把相应的数据呢发送给我们的业务层对不对 或者说业务的规则层但我们这里呢没有去见业务规则层 那业务规则层呢实际上什么业务规则层啊业务的规则层就是比如说我们要通过接口去实现某些类对不对 那这接口呢实际上定义了相应的规则但我们这里呢没有必要去见接口对不对没有必要去见接口所以说我们这里呢就直接呢定义了一个业务的 逻辑啊业务的这个规则层这个业务的接口层呢我们这里没有啊没有定义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呢是直接啊就从这个界面的规则层去访问我们的这个业务逻辑的规则层啊 业务逻辑啊 那这个业务逻辑层呢他又会将数据呢发送到这个数据访问层 那数据访问层呢又会将数据呢怎么样 这个发送到我们的数据服务器进行执行最终呢返回结果给我们的业务逻辑层然后业务逻辑又返回给有结果了给我们这个用户的界面 那他的一个执行过程啊 当然这里呢我们暂时呢还没有来啊建设他们的一个依赖关系啊他依赖关系啊我们是可以在这里项目依赖项这里去设计他依赖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的业务逻辑层呢通常是依赖于这个del层和这个mod层 以及这个这个complain以及这个del层可以依赖mod层这个表示层呢通常是依赖于业务逻辑层和mod层这个就是他们的依赖关系 那这个依赖关系建好之后他就有个默认的生成顺序我们来看一下 默认的生成顺序呢实际上就是mod层del层以及bell层以及complain啊 表示层mod层它是一个独立的一层 它与其它不依赖于其他的任何的一个项目 所以说它的生成呢啊是放在最前面生成的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del层del层呢它依赖于mod层 所以说呢它的生成呢是在mod层的生成之后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bell层就是我们的业务逻辑层 业务逻辑层呢实际上就是依赖于我们的数据库访问层 那又逻辑层数据访问层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complaincomplain呢同样的是依赖于我们的这个表示这个业务逻辑层去实现相关的业务 我们点击确定啊点击确定那这里呢再来看一下它的项目依赖像 这里要一个这里啊complain就依赖于这两个层 bell就依赖于这两个层对不对第二层和mod层 del呢就是我们的数据访问层依赖于mod层那这个是它的一个依赖关系 那实际上是从相当于就是从这个底层啊一次的向上对不对向上 嗯这是界面界面规则业务的接口这个呢我们这里没有设计我们说没有必要对不对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业务的规则实体层数据库访问层以及数据库存组层对不对数据库存组层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见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数据库存组层就是我们的什么这个数据库 它主要包括了表对象视图对象存储过程触发器等数据库对象 业务逻辑层呢实际上就是数据访问层我们这里建了一个del啊数据访问层我们到时候会在这里面封装一个数据库的访问类啊数据库访问类 那还有一个就是实体层实体层呢就是我们的mod层 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表对象啊根据我们的表对象的相关的字段来封装这个表的这个类的相关的属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业务规则层又规则层的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表对象里面的这些字段啊进行操作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添加修改删除查询相相应的一些方法呢我们是放在这个bel层里面去实现的啊就是我们的业务逻辑层当中去实现 ok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去讲了一下啊整个三层结构 的一个搭建啊以及层与层之间关系以及每一层之间的作用对不对 那这个具体的这个实现呢我们会在后边啊来给大家实现 那这里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去 讲解一下这个前端的页面设计啊前端一面设计 我们啊那么我们这里呢先把这个相关的像图片和资源图片呢先copy过来 呃 这里 这是我们的效果图片以及资源图片我们是这里把它copy过来 啊放在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文件夹下面啊 啊 啊 也放在这一个里面copy一份 ok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源文件夹下面呢实际上有些 这个图片我们是已经切好了的一些图片 啊比如说这些图片对不对啊是已经我们切好了 那里面呢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图片呢我们可以呢去重新的去切一些啊 去写一些图片那后边呢我们会给大家讲如何使用 使用 fileworks 啊使用fileworks进行图形的一个简单的 采检啊如果去采检啊如果去采检相应的图形啊 以及fileworks的一些简单的应用 呃那这里呢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首页面的效果图 那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测试版本啊测试版本呢这个效果图是这样的 呃当里面呢所有的数据呢也是测试的一些数据啊 那我们的整个网页啊整个网页呢分为从宏观上这里呢可以分为上 上中下三个部分对不对上中下三部分 那这个头部呢实际上是包含了一个网站的logo和这个菜单 中间呢实际上是我们网站的主体部分 以及下边呢是网站的这个版权声明以及相应的有型链接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呢把它加在下边对不对 加在下面但我们这里呢暂时没有去加啊暂时没加 那我们在后面的设计过程当中呢一定会完善这一块 呃这是我们的首页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详细的图片的列表页面 那这个详细的图片图片的列表啊就是我们产品列表 啊这个设计的相对来说啊比较的简单啊比较简单 这是个图片列表 还有一些比如说服务与支持 对不对 服务与支持 公司的介绍 啊公司的介绍那这是相应的这个 一些啊那包括这个后台那这个后台呢我们暂时呢不去管理啊不去处理 后台这块我到时候会发给大家一个专用的一个后台管理的一个模板啊 大家只需要去套用这个模板呢就可以去实现啊 他们这个模板就可以了 那只需要大家去实现里面的相关的业务的处理啊 比如说对数据的添加修改删除等相关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整个网站啊整个这个网站的 啊首页面啊这个首页面呢实际上我们这里呢可以使用div加css进行布局 但大家应该也看出来实际上这这个网站呢除了我们的这个首页面以外啊 其他的这一部分呢应该说都是非常简单的对不对 啊其他的部分都非常简单 首页面呢相对来说他的这个界面的设计呢要复杂一点 那我们的这个前端页面的设计呢采用的是现在最流行的 也是当前这个网页设计当中最流行的这个div加css的设计方式啊 div加css 嗯那我们这里呢先把这个相关的资源图片啊 这是我们切好的一些资源图片呢 把它copy到我们的这个项目的里面去啊 啊当这里呢我们这个项目 啊直接粘贴过来就可以了啊直接粘贴 ok进来了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呢可以使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 啊呃威斯斯丢着里面去设计这个网页啊可以在这里面去设计网页呢 也可以呢在这个zmweaver或者呢我们这里呢使用的是这个 啊aduzmweaverc45里面去设计 啊这个都可以啊这个都可以 那我们呢呃在这一讲当中啊暂时呢就 由于不去讲这个前端的页面设计 那么我们在下一讲呢会专门进行 讲解这个前端一面设计 那可能会花个几个课时的时间 那这一块内容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很多的 特别是在下的这些大呃大学生来说应该说是 呃应该说是非常欠缺的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视频讲座 在这里呢得到一个很好的弥补啊 这个很好的弥补可以去好好的锻炼一下 掌握这个商业软件的前端的界面的设计 那为我们以后呢呃做这个程序开发的工作呢做好准备 呃那我们今天这一讲呢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北风网 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商业网站的 开发之旅 那我们下一讲再见谢谢